有不同的厂家 两个是DP DTG16 价钱值是77 最小的码是从X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上来助理讲的 蓝色的尺寸效忽 会比较长度效忽 会比黑色来的短一点点 两个是黑 还有我身上的深蓝色 它一样是属于非常深 其实我远方 你会觉得它同一个色系 因为它很深的蓝 最长跟黑色 对 蓝色 蓝色的尺寸是比较短 蓝色的长度是比较短的 穿起来就是一个气氛的长度 修裤管气氛长 经过小细节 先前面拉链加扭扣 你看它这边是这样子有压线的 这样子 真的穿起来它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一样它有那个微微的水洗的款式 它有 呃 等一下 我发觉一个东西 黑色是没有那个 蓝色是没有那个蓝色 蓝色才有 看到吗 蓝色是很像有一丝一丝 这样子 黑色就属于一个比较近的 它没有那个蓝色的款式 蓝色是有 所以不是瑕疵 蓝色的款式是有的 OK 整体穿起来属于一个中高腰 中腰不是中高 中腰就是中低 所以中低 一样是肚脐下一寸 OK 装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后面是这样 长度就属于一个气氛的长度 面料大弹性 就你是穿M size 所以买蓝色的话 它不管什么size 它都是属于一个气氛 都是比较短 黑色的话 它就有跟着尺寸 所以这尺寸来增加 它的长度比较长 我是穿的蓝色M 一样 就是一个气氛的长度 如果我的尺码的话 穿M size没有问题 拉伸的话 现在有空间 然后臀部一样 它是属于一个大坦力的泥栽 所以说整体来讲 跟着尺码 如果你们能接受贴身 拿到一个27M没有问题 这个款式 我是穿的M size OK 看一次啊 穿的M 长度就这样子 一个气氛的长度 对黑色 你看我穿就不一样 下面比较长一点 好 这是黑色 我给大家看 能接受贴身的 M 它的压是78是 柱里的尺寸 臀部一样 96也是 柱里的尺寸 所以说 能接受贴身 如果你的压是 80 臀部 还是 臀部98 可以穿的到 这个款式 上面对一项 你看啊 刚才黑色是没有这些 square色的款式的 没有这样子的 蓝色才有啊 看到吗 蓝色有 黑色是没有 所以蓝色这样子不是瑕疵啊 两个是 DPJ16 价钱是 多少 忘记了 价钱是77 OK 价钱是77 我身上的是黑色 OVERA穿起来 黑色真的会比较长一点点 OK 没有 Size 相差 越多 它的长度会更长 因为蓝色是没有长到 就是保持了82 然后是说 S啊 黑色的话是84 然后M是到85 86 87 那你加上去 所以这样子的款式呢 我那些不想穿长裤的 可是又想要长一点点 这个很适合 这个长度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气氛长 这样子的就对了 77而已啊 可以价钱只要77 那里的是黑色 F6的 面料是大弹性 助理穿M 然后我是穿的M 是另一次 蓝色的长度 它不会随着尺寸的增加而长啊 只有黑色会啊 只有黑色 OK DPJ16价钱77 没有那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短裤 棉颈的西装 布面料的短裤 OK 短裤的裤是DTV33 价钱多少万 当然是上次的整数里来讲啊 3 6 6 6 7 算是算是吗 也是两个色而已啊 短裤啊 是属于一个五分厂的一个短裤啊 黑色跟橡皮色 两个色 我先视频啊 他也是中低腰啊 这件短裤